在开始讨论帮不帮印度之前 我们先看一幅漫画 漫画的题目叫《同桌的你》 在漫画中代表印度的大象发着烧 打着韩战一副病重的模样 然而他的右手拿着代表中国的神猫小人 神猫小人的身上扎满针 脸上还贴着腹 代表着印度对中国的敌意和诅咒 大象着手则拿着一把刀 深深地割裂了中印共同的桌子 印度的刀指试图多割一块领地给自己 与此同时 大象的鼻子却从腋下伸出 悄悄地吸着来自中国的爱心仰 以此续命 这幅漫画非常传神地勾画出了当前的中印关系 给我们呈现出一个心地很坏贪心不足 对中国极不友好的恶像形象 印度是不是一头恶像 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印度的所作所为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其实在我眼里 印度是恶像更是一头蠢像 相比印度的恶 印度的蠢更加的令人印象深刻 正是基于这样的中印关系 中国很多网友会嘲笑印度无能 不少网友甚至反对中国帮助印度 这并非中国网友不礼貌或没有通情性 而是对印度之前所作所为的感情反弹 代表着中国网友对印度的不满情绪 中国有没有资格嘲笑印度 当然有资格 一 当初中国最先发现并报告病毒是 印度政府不大没有援助中国 甚至还宣布禁止向中国出口口罩等抗议物资 印度政府对中国充满恶意 中国网友为什么不能够此时嘲笑印度 毕竟与印度相比 中国可是用实际行动支持印度抗议 中国在行动上已经和印度天然之别 难道中国网友连嘲笑印度都不行了 二 过去一年时间里印度在新冠疫情问题上 多少次站在西方一边攻击抹黑中国 难道只能印度政客媒体无下线的照谣抹黑中国 中国网友就不能够嘲笑印度了吗 当然是可以的 相比印度的落井下石与照谣抹黑 中国网友只是嘲笑 流行比印度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三 印度疫情不仅仅是天灾更是人祸 中国抗议全球做得最好印度政府做得最惨 前不久还在西方的熟悦下 与中国搞所谓的疫苗外交竞争 印度政府犯了不管把疫情搞成这个鬼样子 难道还不能够被中国网友嘲笑无能吗 所以这个世界上中国网友最有资格嘲讽印度 这一方面是基于印度的确是蠢的自作自受 另一者则是印度对中国所作所为 和中国对印度的所作所为 难道印度的愚蠢命 以及对中国满满的恶意 还不值得中国网友去反潮一方吗 其实对印度大可不必吝啬自己的鄙夷 不是中国网友不够善良 也不是中国网友没有同情心 实在是他们的政府政客媒体太可恶和低级 莫说当事人就是旁观者也得骂上上天 事实上 讽刺嘲笑印度的何止中国网友 印度网友也在这么干 大家请看下面几幅印度网友的漫画 印度自己都在讽刺自己 为啥偏偏要求中国网友呢 那么是不是鄙视印度 嘲讽印度 我们就可以不对印度提供帮助了呢 国家行为一定是基于国家利益 而非个人情绪 国家利益务必要高于个人或小团体情绪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够做出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选择 任何成熟的国家和政治家 都不会让情绪左右国家决策 何况中国考虑的还不止中国的利益 中国自在推动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是中国提出的人类最高的政治价值观 中国当然不会拘泥于小节 而是会践行自己的大国情怀 所以中国是不是帮助印度 不应该取决于我们对印度的情绪 而是应该取决于印度和不邦印度 哪个对中国最有利 我认为基于四个方面 我们有必要向印度提供帮助 一 印度疫情肆虐对中国的影响 很多人觉得 中印隔着喜马拉雅和侵占高原 双方交流不多 中国人又反恐的很好 所以印度的疫情对我们威胁不大 可是事实并非如此 首先就在前不久 一个印度飞往中国的航班 有50多人是感染者 占整个航班乘客的三分之一 交通必然带来风险 哪怕我们断了印度的航班 也还有其他国家的航班 其实印度的邻国包括 缅甸 孟加拉国 巴基斯坦 伊朗 缅甸与印度有非常长的边境线 双方边境管控并不严 所以印度的疫情向缅甸蔓延是必然的 缅甸是什么情况 现在正处于政变后的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 缅甸这个6000多万人口的国家 如果全面地感染印度的变异病毒 对中国的压力可想而知 中缅边境现长2185公里 两国的少数民族是跨境而居的 来往非常紧密 前不久瑞利出现了推发疫情 不就是因为中缅人员交流频繁吗 中国提前防控是明治选择 还有巴基斯坦 中巴经济走廊正在加快推进 印度与巴基斯坦的边境 能源往来也是很频繁的 在这种情况下 疫情向巴基斯坦 阿富汗 以及中亚国家蔓延 后果大家可以想象 这些国家都是一带一路 参与中的最主要国家 而且巴基斯坦人口也非常多 超过两亿 再有孟加拉国非常贫穷 一旦大规模感染 接近1.7亿的人口 不断地向缅甸涌入 然后向中国传播 还有更广泛的东南亚国家 这些都是和中国经济 联系最紧密的国家 大家觉得疫情能和中国无关吗 试想 但这些国家都疫情严重 对中国的经济 中国的安全的影响 是不言而语的 所以当印度在某种程度上 是我们遇病毒 与国门之外的策略 当然对我们国家是有好处的 对此我们是需要有一个更高的高度 还有更加有全局的认识 不能够仅考虑意识痛快 中国掌握最新病毒变异的价值和意义 中国有了疫苗 中国疫情管控的好 所以中国人现在紧迫感不强了 但事实上 大家可能不知道 印度的病毒已经发生了三级变异 其严重程度已经远超 当时中国疫情爆发时的病毒 当前印度的变异病毒有三个特点 一是传播更快 传播的速度已经无需描述 大家看关于印度的疫情消息就能明白 二是耐高温 印度天气热 但挡不住病毒传播 三是毒性更强 从轻症到重症 经常就是几个小时的时间 印度疫情为什么突然爆发这么严重 就是因为重症多了 此人多了 面对病毒如此变异 对中国来说 掌握最新的病毒变异情况 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 如果真有一天 疫苗对新的病毒无效了 中国也能够立刻的给疫苗 打赏防御新病毒的补丁 根据成为院士之前的说法 只要我们掌握了病毒 到时候补一针疫苗就可以了 帮助印度 显然有利于我们对印度疫情的了解 这对我们抗议反应是有现实意义的 三 中国帮助印度是站在道德之高点上 统战他国 中国帮助印度 无论印度是否领情 中国所做知识 都会被他国看在印里 尤其是周边国家 会更加愿意与中国展开抗议 还有恢复经济方面的合作 客观上说 中国去帮助印度 是有利于中国进一步的 树立自己的道德威望的 中国的做法一定会赢得更多人心 四 帮助印度客观上能够对冲 美国打压中国战略 美国的印太战略目的是要打压围堵中国 其中印度是重要的抓手之一 美国只有依靠印度在印度洋的便利 才能够将其印太战略落地 然而现在的情况又变 一方面 印度陷入疫情漩涡 让其很难真正的成为 美国印太战略的真正搬手 另一方面 中国客观上与印度在抗议方面的合作 会拉高美印合作打压中国的门槛 所以面对这种局面 中国帮助印度 其实就是在拆解 美国打压中国的战略 对中国来说 时间在中国这边 随着时间推移 局面只能够对我们更有利 更何况 中国帮助印度也不是单纯帮忙 事实上 中国的产品是出口给印度的 譬如印度疫情严重后 立刻向中国订购了2.5万台制氧机 接着又订制了4万台 向印度出口这些抗议物质 中国的企业赚了钱 又有什么不好呢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